大家好,我是Stan 时隔四年公开新车的韩国雷诺汽车 因为在宣传新车的影片中 一位女员工多次展示与影片内容完全无关的手势 而卷入了艳难争议 由于此次争议 一些经销代理店甚至出现了新车合约被取消的情况 虽然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为了那一些不知道的人想要解释一下这个手势 在几年前韩国男女对立开始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 这个手势开始以鄙视韩国男性的动作被使用了 甚至这也是韩国最大的艳难网站 梅干列尔的标志形状 之前也有过很多企业 因为这个手势引起争议而公开道歉了 当然在韩国不是所有男生看到这个手势都会觉得不高兴 就像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可能是我的 总之在韩国雷诺汽车的YouTube频道上 一位女员工在多个影片持续做了这个手势 甚至也使用了做这个手势的封面缩图 因为他在做这个手势的时候 影片里没有什么一点点小一点这种可能会做这个手势的内容 所以不只是男超网站 部分女超网站也认为这员工是故意的 在正义爆发后 雷诺韩国瑜29号将YouTube频道的所有影片设为不公开 并低头致歉 因公司内部宣传用影片中的部分场景引发争议 以及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未能细心审查 给大家带来的困扰 我们深表歉意 影片中的这位员工也发文道歉 我知道某些特定手势会引发问题 并被解读为仇恨行为 但我没有意识到 我在影片中使用的手势也会被这样解释 这是我的不慎 再次感到抱歉 今后我会更加小心 现在我正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 请求大家停止人身攻击 但是因为公司针对引发争议的当事人 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 而且这位员工也说了 知道手势有问题 但没想到自己的手势会被这样解释 结果这个风波也影响到了一些经销代理店 位于首尔的雷诺韩国A代理店的一位员工表示 由于个人傻眼行为 实际发生了新车合约取消的情况 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从新冠疫情以来 我们已经坚持了很长时间 雷诺韩国的这款新车 时隔四年才推出 我们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一开始就发生这种事 真的很痛心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损失 因为征印导致了经销代理店实际受到损害 征印也是变得越来越大 雷诺韩国再次声明 我们意识到此次事件的严重性 由于事态敏感 我们将迅速了解事实情况并采取对策 在此期间 该员工已被禁止执行职务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把所有相关人员都解雇 并且对那位女职员进行解雇并要求赔偿 不然的话 雷诺韩国就等着倒闭吧 听说雷诺在这次新车上 投资了1.5千亿韩元 但因为一个配米手势就全毁了 一个人的力量 竟然能摧毁如此多的家庭 真是惊人 雷诺你们别搞错了 虽然买车的不仅仅是男人 但买车的女人中 有90%会向周围的男人询问意见 本来在汽车市场上 雷诺的形象就不怎么样 但那些只看车款就提前预定的男人们 现在也取消了订单 更何况对汽车不熟悉的女人 根本不会买雷诺 而那些打算买雷诺的女人询问意见后 也会听到不要买雷诺的建议 然后放弃购买 你们到底是凭什么 怎么这么有信心的坚持下去呢 从以前的影片开始就一直这样做 没被发现 后来甚至在缩图中 双手比这个手势 结果最终引发了争议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做 无理由的重复这个动作 就是为了认证自己是每个列才拍的吧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那些认为这是争议的人 应该把自己的手指都切掉 所以对于航火雷诺汽车的手势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看来点源 赶紧呢 期待